現在在我旁邊就有去年 Sunshine Nation的冠軍 Shawn在這裡,Shawn 你好 不如你講一講去年的比賽中,你有學到什麼呢? 我學到了很多的,像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些是 你的 stage performance, catwalk, 跳舞, 以及 fitness 那我還覺得 Sunshine Nation會帶給你一個很好的起步 讓你踏入演藝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像我呢,我就比較想多讀一點, 學習一點演藝方面的東西 我九月份我想應該會去讀中國, 叫北京電影學院 去讀北京電影學院, 我考進了2008年的表演系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我之後會做的事情吧 那看來你當然是踏出成功第一步了 那如果電視機旁邊的朋友, 像你一樣, 有同樣經歷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我覺得今年 Sunshine Nation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進台會演藝界, 因為今年 Sunshine Nation是十周年輕 我們同時會有兩位嘉賓來自台灣的, 他們同時都是飛龍海的成員 陳奕如跟楊亞倫 所以如果今年有興趣參加 Sunshine Nation的朋友 可以去加拿大中文電台的網站下載報名標格 事不宜遲, 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的截止到甚麼 其實是7月18日,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Rock 行嗎? 接著 明天 駅